邪恶的刀疤王缓缓地掏出心灵宝石往前一指 开始召唤可怕的神秘生物 只见一只巨大的利爪从洞穴里伸出 来者正是足以让地球陷入冰河世界的太坦巨瘦血 刀疤王随即将心灵宝石指向金刚 让其发起进攻 然而雪魔却十分抗拒 看到雪魔如此不听话 刀疤王随即不断触发金灵宝石去惩罚雪 雪魔顿时痛苦不赢 最终在心灵宝石的控制下 雪魔吐出一发冰冻吐息直击金刚而去 千军一发之际 金刚一个翻身动 顺势捡起地上的战骨 以抵抗雪魔的二次进攻 无奈雪魔的战力实在是太强了 刺骨的冰渣还是顺着战骨入侵金刚的手臂 就在这时 雪魔突然加大能量袭击将金刚手中的战斧击飞 而金刚的手臂也被冰原子动伤 刀疤王剑死赶紧控制雪魔乘胜追击 眼看下一轮冰冻吐息即将起来 金刚的小命就要不保 危急时刻在小猴子的指引下 等到雪魔拼出在一轮冰冻吐息时 金刚急忙钻进一条隐蔽的密道中 看到金刚逃跑 刀疤王赶紧指挥手下追了上去 金刚的战俘也就此落入刀疤王的手里 受伤的金刚在森林中拼命逃跑 而刀疤王的爪牙也很快从裂缝中爬了上来 很快就紧随其后 面对来势汹汹的追兵 金刚赶紧出发事先准备好的陷阱阻挡对方 虽然解决不少追兵 但是伤势严重的金刚还是被他们逼近了一处死胡同 面对步步紧逼的爪牙 势单力薄的金刚抬头看了看头顶上的碎石 既希望他们能触发陷阱 但是一路上被陷阱打怕的猿猴此时变得谨慎起来 很快就发现了脚下的藤条 全部抬脚跨了过去 金刚只能拖着残区拼死一搏 生死存亡之际 陷阱居然被触发 无数的碎石纷纷往下挪 将底下来不及逃跑的猿猴砸成了弄 金刚抬头往上看才发现 是小猴子在暗中帮了自己 解决完所有追兵之后 小猴子扶着受伤的金刚离开了此地 可突然一只巨大的猿猴退开了碎石 受伤的金刚带着小猴子很快就找到了人类朋友 寻求他们的帮子 此时暗处里那只幸存的猿猴一路吻随金刚他们 发现了伊维族的位置 他很快就跑回朝鲜 将此事禀告给刀巴王 得知金刚还活着刀巴王很是生气 紧接着他领起从金刚那里缴获的战路 一声令下命令手下放出泰坦巨兽血 然后组织队伍浩浩荡荡朝着伊维族前进 泰坦血魔所过之处 周围的所有生物瞬间被冰冻 如此可怕的生物产生的破坏力可想而知 躲在暗处看到这一幕的小猴子赶紧回去暴行 与此同时 长发男用仪器检测了金刚受伤的手艺之后 很快就操作机器将一只机械全套 安在金刚受伤的手臂上 紧接着注入可以促进细胞再生的药术 获得新装备的金刚再次满血腹 金刚举起机械臂朝地上小式牛刀 发现其威力不可想去 他正满意地看着人类朋友给自己升级的装备 就在这时 小猴子惊恐地跑了回来 将泰坦血魔即将逼近的事情告知给金刚 得知事情的严重性 金刚赶紧跟人类朋友道别 随即带着小猴子快速前往地表寻求哥斯拉的帮助 离开